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現在來講的二維運動 那麼這個二維運動 我們在二維的這個運動 或者說甚至更高維到三維的這個運動 我們會用這個R向量來表示 那這R向量它代表這個坐標軸 這個XYZ 你可以用XYZ來寫 所以R就相當於什麼 XI加Y加ZK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注意到這個出體式代表的是向量的意思 那IJK則是沿著X方向Y方向Z方向的單位向量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的運動方程式呢 假設今天我們這個例子 從空間中的P1點走到P2點 那P1點的位置向量我們寫R1 P2點的位置向量寫R2 那它的位移Expressment 不要問Expressment是位移 例子由P1就是位置向量R1 你到P2位置向量R2 它的位移可以怎麼寫呢 它的位移DataR可以寫R2-R1 那或者是我們寫DataXI加DataY加DataZK 那這個DataXI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R1裡頭的X2-X1 那這個DataY是Y2-Y1 DataZ是Z2-Z1 好 那這是所謂的三維空間中的位置向量的位移 那由這樣我們來看圖上 假設這個空間中XYZ三軸空間中一個平面 這是例子真正的軌跡 那一開始位置向上P1啊 那後面的是P2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位移DataR 在空間中這些任意的軌跡 這是我們的位移向量 跟它的軌跡路徑無關 所以我們平均的速度 平均的速度 Average Average 就是DataR DataT 那注意這也一樣是出體字喔 所以出體字一樣是向量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真正的位移 假設我們剛剛那個位移 是在這個 它沒有這個Z方向的話 那我們在XY的時候呢 它的MORE時間T加DataT 出時間是T的話 那我們的位移向量 這個DataR 就在這邊 所以我平均的 一樣喔 跟義偉一樣喔 平均的速度 這個可以叫DataR DataT 所以這個很簡單 應該都會了 好 那順時速度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 這個點移到這邊 移得很近對不對 它DataT趨近於0 所以LimitDataT趨近於0 DataRDataT 就是我們的順時速度了 好 那當然喔 你也可以把它展開成 這個component 就是各個分量的形式 可以證明VX I加VYJ加VZK 那其實 用這樣的形式去做計算 你們在大學的時候 習慣用這個方式做計算 問題會簡單很多啦 甚至有時候 這個 給你們那個題目 它雖然沒有給你XYZ 所以定義XYZ 你再去做換算的時候 用這樣的算 反而會很簡單 這是一種技巧啦 不一定說一定要 以前高中的那些方式 因為高中以前那些方式 有時候很難算題目 你要計算一下一堆Sign Posign 然後再這樣 角度去調整 這個我們不用 這個算到最後 你要再轉成你要的那個答案 都可以 好 那就是用分量形式的表示方法啦 好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抵R抵T 好 那 喔 對 所以剛剛這個忘了講 所以這個VX 就是抵X抵T VY抵Y抵T VZ抵Y抵T 這個你們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這個就是它的分量 就是把剛剛上面的R 去做為分 好 那當然啦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我們路徑的什麼 切線方向 這個Tangent就是所謂切線的 就是說這裡速度的方向 就是它切線的那個方向 這個你要記住 好 那當然有一點 我順便提一下 你們以前如果說去計算 這個速度的話 以前我們算也會算它的量值 對不對 比如說這是每小時 每秒鐘5公尺 那它的方向 你們都會寫Tangent的多少度嘛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你們寫 像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再特別去寫Tangent的多少度 因為你的方向已經表明了 你不用再特地去把它什麼 平方向加在開根號 或者去除上什麼VX啊 什麼之類的 不用 你只要怎樣 有IJK 就可以了 不用再特別寫那個 方向的那個角度是多少 好 那同樣繼續 那順時加速度呢 就是再把速度再為分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順時加速度 一樣好是比比比T 所以是AXI加AYJ加AZK 那很 因為都一樣 你就很快就這樣過去 所以AXAYAZ就分別寫成三個 三個速度分量的 對時間的微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呢 它是對速度微分 速度的變化微分 所以呢 假設你看到 我現在在XY裡面上 它這樣移動 它每個地方有不同的速度的話 那這是例子的這個路徑 就是Path of the particle 指點的這個路徑 那我的加速度就會怎樣 它這樣子彎 我的速度變化從這邊 變到這邊 所以我的加速度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同樣的我這樣走 那我速度的變化從這邊 變到這邊 所以我的加速度是這邊 從這邊變到這邊 所以我的加速度是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個地方它有彎曲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在這個 做圓周運動 講解圓周運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 為什麼加速度會跟它這個 看起來好像垂直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主要在於什麼 方向跟速度上的變化 造成我的加速度 好 OK 所以在等加速度的情況下 那不要忘記 我們加速度運動分兩種 等加速度跟變加速度 等加速度就是 你們一直以來 學的那些運動方程式 什麼S0 X0加V0 T加VZAT 這種公式 那如果變加速度呢 你們學的那些公式 全部都不適用 要注意到這一點 以前你們學的都等加速度 因為等加速度 在沒有學微積分 尤其是沒有學積分之前可以處理 可是變加速度呢 你就必須要透過積分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這個我們以前都不教 那當然 因為等加速度你們學很多 還是講一下 所以等加速度 Constant Acceleration 那Constant Acceleration呢 不管你在二維或者是三維的話 一樣你的公式 本來公式跟V等V0加AT 那你的R呢 等於R0加上V0加VT 那這是平均 平均速度的公式 我們有講過嘛 因為你是等加速度 所以在VT圖上 它只要什麼 斜直線 對不對 那斜直線的平均值不就 2分之1V0加V嗎 對不對 好 那你的這個位移呢 總位移呢 R就可以寫R0加V0T加2分之1AT平方 這跟那個我們一維 你們學過的一維完全一模一樣 只要把它改成三維 好 那如果只有在二維呢 那我們就分成兩個分量 這三維空間中 要這麼寫 那在二維空間中 我們就分成X跟Y 那這很快 我就不再多講 所以VX等於VX0加AXT 那這個一樣只把它改成V0X V0X 那這邊呢 X0 V0X 然後AX 這X分量 跟這個是完全一模一樣 這兩支純粹是X分量 還有VX平方等於V0X平方 加2AXX寫X0 那Y呢 Y方向也一模一樣 所以你在處理二維問題的時候 你就完全把一維的公式拿來用 18分的X分量跟Y分量 這個你們應該都會了啦 不是太難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呢 講的就是講這個 拋體問題 拋射體 這個 projector motion 那 projector motion 就是我們的 拋體問題 那你們以前 其實有學過了啦 那老師在背那個 什麼 最大飛行距離 是不是 還有那個飛行時間 還有什麼 背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主要是這兩個 是不是 這兩個 OK 好 那這個 拋體問題 拋體問題 這個 斜粒略 這個很早很早的時候就發現 假設要研究拋體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方向的 兩個獨立方向的運動 在水平方向 Holando motion 它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在寫speed 那在垂直方向呢 物體是一個受重力的加速度運動 那這個東西當然你們知道最 為什麼它在這樣 這麼想呢 對不對 當然這個 是不是 它真的看到這個事情是這樣想 這個是值得上去啦 但是一般會講什麼 它看到一個船在移動 對不對 你們客人有沒有這麼說 看到 前進去看到船在移動 那船上有人怎麼樣 放顆自由落體嘛 對不對 那我在陸地上 看到那個船上的自由落體 你覺得軌跡會長什麼樣子 會長什麼樣子 會長得像拋物線嘛 對不對 船在移動 然後那個船上自由落體 那我在陸地上看 陸地不會動嘛 對不對 船在前面這樣走過去嘛 對不對 那自由落體的這個軌跡有沒有 看起來就像什麼 拋體運動嘛 那跟你真的在路上這樣拋東西 這樣拋東西 你看起來軌跡是一樣的啊 是不是 或者我在船上往上拋 然後它再掉下來 那我在陸地上看到它的腿其實長 長得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們看看這個後面的圖 等一下我先講 所以如果遇到它的想法的話 它沿著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Ax會0 那ay會等於-g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把原點選擇在什麼地方 選擇在水平軸一開始為0的地方 那就是x0等於0 那麼我們的動力方程式 我先講啦 動力方程式長的什麼樣子 x0等於v0xt 那x0這個地方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把它設為0嘛 對不對 那vy等於v0y-gt 那剩下的公式一模一樣 就不念了 好 這是x方向跟y方向的公式 好 那所以呢 剛剛講的對不對 這個船往前移動 它在做自由落體的時候 我們在陸地上看到它的滾機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是陸地上看到的 不是船上看到 不是這個船 我先往前丟 然後船趕快跑過去接 陸地上會看到這個樣子嘛 好 那所以呢 這拋體呢 這拋體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個拋體的這樣的一個運動分心 其實可以用很多地方 比如說 如果你們有看那種以前 20世界大戰的片 以前這個沒有所謂的 精準瞄準定位技術的話 飛機就只能這樣拿拋體 對不對 那因為拋體又很不準 就只能丟一大堆 對不對 你現在準的話 一刻就夠了嘛 不準就只能到處亂炸 所以一試 就丟一大堆 好 那這樣的一個拋體運動 這樣的一個拋體運動 其實呢 這個我們現在也有很多人做這個 它的驗證 這個驗證 我們在 先講一下 在第三章前面我們要講到 如果說沒有空氣阻力的話 如果有空氣阻力的話 如果有空氣阻力的話 我自由落體會有個中端速度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這個前面這些公式 全部都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有中端速度 代表怎麼樣 加速度最後變成0了嘛 對不對 它就是個變速度運動 所以這個前面的公式 在正常的情況下 是都不能用的 好 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們來看一個實驗 這個 流言終結者有沒有看過 有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沒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實驗是什麼呢 這個實驗就是 我們這個拋體 怎麼都沒有白色的呢 用黃色的也可以啦 我們知道我們的拋體 假設我去拋東西的話 假設油是這樣 往下拋的話呢 這是Y 這是X 這是Y 好 那拋體 飛飛飛飛當然是這樣飛啦 對不對 這是拋體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一台車 一台車 高速的移動 對不對 我這樣高速的移動 對不對 那往後拋的話 假設我移動的速度 跟這個拋出去的VX 假設我一台車 假設這個東西 在一台車上 車子往這邊移動也是VX 那我水平移動的兩個方向 是不是就抵消了 對不對 我是不是看到它變得像自由落體一樣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驗證拋體的一個方法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拋體講說 你的第一個 就是這個 先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H方向運動 不會影響我Y方向運動 就是運動的獨立性 第二個 你要證實一件事情 你拋體這樣飛 這樣飛 這是一個什麼 等速度運動 所以你怎麼控制等速度運動 我車子等速度開 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那如果兩個運動會抵消 它就會自由落下 那自由落下 表示它的運動也是等速度運動 如果它不是這樣直接落下 而是這樣落下 這樣落下 表示它不是一個什麼 等速度運動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驗 你看這個車子 做一個砲管 那跑的時候呢 這有一個這個 可以做那個標記 然後它把往後拋這個足球 拋這個足球 這個管怎麼看 它出去的時候把一個足球拋下來 你看它好像就 你看喔 它落下的時候 有沒有直 你看他們就做這個實驗 車子速度跟你把球拋出去的速度 剛好一模一樣的時候 你看這一顆球 就直直的落下去了 對不對 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這個他們也做了好幾天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我們什麼 是不是老美很無聊 是不是 蛤 是不是他很無聊 這個實驗還要想 對不對 那 重點是怎樣 人家願意在這種很無聊的實驗上 花時間去做 你知道嗎 這就是所謂科技 科技 科技強的一個根本 你沒有去做這個測試 你怎麼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對的 對不對 好 這是剛剛的公式 好 那當然 這個剛剛那個實驗會成立 在地表上這樣做實驗 其實還蠻粗糙 它沒有抽真空 它會成立的一個條件 最主要是什麼 你在拋射的時候 你那個速度啊 跟這個中端速度比起來 遠小於中端速度啊 這個很多的後面的這個 我們會告訴你啊 我們一般你們學的這些理論 它要有效可以應用的情況 是在於你的拋體速度 你的projector is much less than its terminal speed 也就是說剛剛的公式 如果你遠小於它的中端速度 那公式大概還算有效 基本上它這個近似值 如果說你的速度跟中端速度差不多 比如說你丟羽毛 你丟羽毛絕對不會怎麼樣 絕對不會像拋體這樣飛出去嘛 羽毛就這樣飄飄飄飄飄 為什麼你因為羽毛的中端速度非常非常小 可能每秒鐘一兩公分都可能 對不對 用力丟羽毛它才不會這樣飛出去 這樣了解嗎 這樣就很好記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速度 遠小於中端速度的時候 你的公式就會有用 所以這就是一個關鍵啊 假設你去丟那個球 丟棒球啊 那棒球的中端速度 這個我們有機會可以算一下 你丟棒球 一開始你慢慢丟的時候 它弱點會跟你想像很像 對不對 那可是呢 當你大力用力丟的時候 它速度很快 很接近中端速度的時候 它飛起來的時候 你低於中端速度 你可能拋起來是這樣子 低於中端速度 你拋起來是這樣子 或是拋起來是這樣子 你高於中端速度 拋起來怎麼就變這樣子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要打棒球打臉球 你丟不準 你可以說 是因為我丟太大力了 抱歉 丟到它中端速度了 不是我不用力丟 對不對 因為丟到中端速度 所以它不是預期要怎麼飛 預期應該這麼飛吧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丟太大力了 不是你丟不準 知道吧 你們有科學的根據 好啦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點 所以它很多地方都不能用 譬如說你一般 你丟這個basketball 丟棒球 真的丟到很遠的時候 你發現其實很多投手 很多接球的時候 你是幾乎是從上面垂直掉下來 對不對 如果是拋底 你一般接應該這樣斜斜的接啊 對不對 可是你發現很多時候 你都是這樣接 對不對 因爲什麼 因為棒球的中端速度其實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 那這個高爾夫球啦 弓箭啦 對不對 弓箭啦 弓箭啦 子彈啦 彈道飛彈這些啊 當然彈道飛彈有控制啦 但是呢這種 它通常飛的時候 你用這個 拋底公司都不能用啦 那甚至飛盤 對不對 玩過飛盤吧 對不對 那這個飛盤 都這個 它飛的 因為它轉動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抵消一下 它的這個落下的這個趨勢 所以 前一陣子有人在玩這個瓶蓋遊戲 有沒有看過 丟瓶蓋啊有沒有 打瓶蓋棒球啊 有看過嗎 有齁 知道怎麼玩嗎 知道怎麼玩嗎 這裡沒有瓶蓋對不對 瓶蓋棒球這幾年很流行 因為瓶蓋棒球就是怎樣 它飛的路徑是這樣子在飛的 那都是因為什麼樣 它都有一些其他物理因素 控制它讓它不能怎樣 用拋體的問題來解決 好 OK 那但是實際上來說 這些放人士呢 在你忽略空氣阻力的情況下 基本上大概還是算是準的啦 大概還算OK 課本只是告訴你放心啦 那譬如說你丟千球 很慢的拋體 比如說像千球 這個sharkwood就是所謂千球 那千球的時候 基本上拋體就很OK了啦 很OK了 好 OK 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它拋體的部分要告訴你的 沒有很多的計算 好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用你去背那個 飛行時間什麼的 你知道奔成SY方向 Y方向去擠就好了 對不對 背那個很無聊嘛 背那個比較無聊一點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啦 我們在理工的教育裡頭 理跟工的教育是有點不太一樣啦 那以理的角度來說 我們的確就SY方向去算啦 對不對 那工程的教育 跟理學的教育差別在怎樣知道嗎 知道嗎 有些學習的時候會發現 但有些人會比較適合工程 那我們現在不講到研發的這個階段 以工程的角度來說 工程第一件事情是大量製造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做學習什麼 單操嗎 聽過嗎 讓很多人怎麼樣 累傻 累傻教師的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 第一個工程需要的是什麼 快速大量複製 精準 對不對 然後你說的東西不容質疑 對不對 所以表示怎麼樣 表示對你們訓練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工程把它背下來 你也不要問他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我要快速的把你教育成努力嘛 對不對 努力的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你就是不要想 我跟你講怎麼做以後怎麼做 對不對 背下來 然後呢 你遇到情況下代入數字 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所謂一般的 所謂一般的初階工程教育 這樣子 那理學教育完全反過來 說你不要背公式 你告訴我他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你告訴我他為什麼是這樣子 公式最後這個不重要 你怎麼湊出這些答案 找出這樣的一個方程式 這個世界為什麼這樣變形 兩者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做理學研究的東西就很慢 所以為什麼有化學系跟化工系 知道嗎 你們是讀化工系嗎 那化學系跟化工系差在什麼地方 你們知道嗎 你們現在已經在讀了嗎 差在什麼地方 一個有用一個沒有用 是不是 當然不是啦 這個化學呢 他是在做一些怎麼樣 他可能在想一些 所謂的這個 假設我做一個新的化學藥品 化學製程 他可能呢 實驗是一根試管就可以完成的 對不對 那當你到工程的角度的時候 你就要放大了 放大就是另一種技術 對不對 再來是連續的怎麼樣 操作送料 包括其中的這個傳輸過程 動力過程 對不對 所以你要大量製造 就跟試管實驗室等級的不一樣 還有均勻度的問題 你小小跟試管均勻很容易 對不對 當你倒一大桶化學物質下去的時候 倒下去的瞬間 表面就已經反應完了 那下面怎麼辦 對不對 有時候反應物 二次反應物 二次反應物 還在你反應物再反應 然後呢 你倒下去的瞬間 哇 一大堆你不要的雜質 你這一桶就毀掉了 瞭解嗎 所以呢 思考跟操作的模式很不一樣 結果你們讀化化學班 怎麼一直在讀物理啊 攪拌均勻 然後熱學過程 奇怪好像都跟化學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你只是用了其中的某幾條化學幫人士 好 OK 這是題外話 然後真的 我剛剛要講什麼 我要講這個前求 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所謂的等速圓周運動 那在以後等速指的是等速率 那因為這個英文裡面沒有速率這個字 我們就翻譯等速圓周運動 uniform是均勻的 secure是圓形或是圓周的運動 好 那這個等速圓周運動呢 基本上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所謂的 這個centripetal acceleration 所謂向心加速度 這個centripetal就是central seeking seek就是尋找 這個central seeking就是找中心的意思 找中心的加速度 那為什麼會有向心加速度呢 等一下我們這個 證明那個公司給你們看 有沒有知道圓周運動 你們以前都學過嘛 圓周運動的向心加速 A等於什麼 A等於什麼 你們以前有背過嘛 A相當於什麼 你們應該有背過兩個嘛 還有印象嗎 像性加速度 你們有印象 糟糕沒有印象 A不是等於R分之B平方嗎 啊還有一個公司是什麼 跟周期有關的 P平方分之 示範平方R嘛對不對 那怎麼來的 以前不知道教你們怎麼來的 怎麼證出來的 怎麼證 有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實很簡單 這個國中應該就可以教了 但是這個有些人沒有教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你看喔 假設我一個彎 是這樣子 當然不是那麼直角 那我們這樣走過來 這樣做轉彎的時候 你看V1V2長這樣子 所以V1的方向是 我們畫成向那樣 往右 往左 你們說往右 好 然後呢V2是往下 那它的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會怎麼樣子呢 就長這樣子 那即便V1V2量值一樣 但是它還是產生了什麼 速度的變化 所以速度變化叫ΔV 好 所以你看 這個方向馬上拿到這邊 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而且看起來好像 如果這兩個速度是一樣的話 那這裡這個角一定要等於這個角 如果這個速度等於這個速度 對不對 好 繼續 多折一個彎 所以我的A就長這樣子 那折更多的彎呢 A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多邊形 多到無窮大就是個圓形嘛 對不對 那圓形的話 它整個永遠看到它的加速度 都是指向什麼 圓形嘛 好 所以呢 例子呢 假設它今天是一個 這個等速率 然後呢 在一個什麼呢 圓周的半徑R的情況下 去運動的話呢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叫ΔT 那它轉彎的角呢 很短的角叫Δθ 那它的位移ΔR就可以寫R2-R1 這個你就知道 這是圓 對不對 好 然後它的這個 電腦 電腦發射什麼狀況 有機器 這邊有機器 電腦 電腦畫了 HELLO HELLO 好 那它重開一下好了 然後 都看一下 等一下 沒關係,沒有那個我們一樣可以夾 我們來這樣做 這個臉動的,所以麥克風也不能動 好啦,我們畫一個圓 畫一個圓 這就是因為畫的不圓 才能當目的老師 好,不如去當美術老師就好了 蘇維老師怎樣? 他畫很圓是不是 要不要跟我線啊 畫超圓 OK 那是有輔具啊 另外還是空手畫啊 那個要練習啊 這個大學教授跟師培體系出來的 不一樣會點在什麼地方 他們不但要學畫的有的沒有的 他們字要寫很漂亮 你去看那個師院 教育大學 他們有很多小黑板 在寫字 然後會比賽 你知道嗎 這個字很漂亮的 就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看到大學教授 在寫字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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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字幕裡